南投市立幼儿园举办亲子运动会 邀请家长与孩子们一起参与 在老师的带动下 大家卖力的跳着暖身操 为后续的竞赛做好准备 运动会不只有小朋友的竞赛 更有大人的趣味竞赛 让每个人都玩得不亦乐乎 会中我们安排非常多趣味竞赛 还有赛跑 我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奖品 然后也有家里提供的奖金 我们希望大所有小朋友 都可以在快乐学习中成长 也欢迎大家有机会 一起共同来关心我们市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今年是配合农免 所有冲气气球的恐龙 还有一些道具 然后我们是透过这些活动 让家长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然后达到运动 然后健康体魄的精神 然后还有考验意志力 那其实透过很多我们有一连串的活动 其实就是真的是很谢谢家长 还有市长的 还有市长服务人的支持 然后所以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盛 然后通通有奖 为了让小朋友感受成为小小运动员 安排运动员进场 运动员宣誓 挥起进场 生活点燃等仪式 让活动达到最高潮 随后开始小朋友最期待的跑步比赛 各个叙事待发 等待哨声一响 冒足全力往前冲刺 因为游戏好玩 我觉得跑步游戏最好玩 扮得很好 达到亲子的效果 感觉很好 有机会还会再参加 县议员林如阳特别到场 关心家长与小朋友们 并与大家一起玩趣味竞赛 气氛相当欢乐 林医员表示 非常高兴看到家长 带着孩子参加运动会 不只能促进亲子关系 更能让孩子们远离3C产品 现在的运动会不只是让孩子 来上场来活动 上场来运动 更重要的是 可以跟家长们一起来 做一个亲子的互动 我想很多的家庭 现在很多的孩子们 从小都使用3C产品 那越来越少走出户外 我们也担心孩子的健康 希望说孩子可以开心快乐的成长 那要让孩子开心快乐的成长 除了他们本身的健康之外 跟我们家长的互动 我们的亲子关系 更是重重持重 所以也非常高兴 很多的家长都带着孩子们 今天一起来参加这个亲子运动会 透过亲子运动会 林医员呼吁家长们 多带孩子们走出户外 一方面可以增进彼此的情感 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体魄 对于大人和小孩 都是非常好的事 记者壮一亭南投市采访报道 我没错 我没错 我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